格林多前书第七章 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是 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可是,为了避免淫乱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 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 而是丈夫有 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 而是妻子有 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 为专务祈祷 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 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 我说这话原始出于宽容 并不是出于命令 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 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 有人这样,有人那样 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 特别对寡妇说 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 像我一样为他们道好 但若他们截止不住 就让他们婚嫁 因为与其浴火中烧 倒不如结婚为妙 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 我命令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主命令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就应该持身不嫁 或是仍与丈夫和合 丈夫也不可离弃 妻子 对其余的人是我说 而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 有不信主的妻子 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他 倘若某妇人 有不信主的丈夫 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主的丈夫 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 不信主的妻子 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 不然 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的 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 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 兄弟或姊妹不必受拘束 天主召叫了我们 原是为平安 因为你这为妻子的 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 或者你这为丈夫的 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 此外 主怎样分给了个人 天主怎样照选了个人 个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 这原是我在各教会内所训事的 有人是受割损后蒙召的吗 他就不该掩盖割损的记号 有人是未受割损蒙召的吗 他就不该受割损 受割损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 只该遵守天主的诫命 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 就该安于这身份 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 你不要介意 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 你也宁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 因为做奴隶 而在主内蒙召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同样 那有自由而蒙召的人 就是基督的奴隶 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 且不要做人的奴隶 弟兄们 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 就在天主前 安于这身份吧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只就我蒙主的仁慈 作为一个忠信的人 说出我的意见 为了现实的疾难 依我看来 为人这样道好 你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解脱 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欺视 但是你若娶妻 你并没有犯罪 同女若出嫁 也没有犯罪 不过这等人 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 我却愿意你们 免受这些痛苦 弟兄们 我给你们说 实现是短促的 今后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哭泣的 要像不哭泣的 欢乐的 要像不欢乐的 购买的 要像一无所得的 享用这世界的 要像不享用的 因为这世界的局面 正在逝去 我愿你们 无所挂虑 没有妻子的 所挂虑的是主的事 想怎样悦乐主 娶了妻子的 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 想怎样悦乐妻子 这样 她的心就分散了 没有丈夫的 妇女和童女 所挂虑的是主的事 一心是身心圣洁 至于已出嫁的 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 想怎样悦乐丈夫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并不是要设下圈套 陷害你们 而只是为叫你们 更齐全 得以不断地 专心示主 若有人以为 对自己的童女 待得不合一 怕她过了少华年龄 而事又再必行 她就可以随意办理 让他们成亲 不算犯罪 但是谁若心意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 这样心里 决定了要保存自己的童女 的确做得好 所以 谁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 做得好 谁若不叫她出嫁 做得更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束缚的 但如果丈夫死了 她便自由了 可以随意嫁人 只要是在主内的人 可是按我的意见 如果她仍能这样守下去 她更为有福 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